師父,菩薩,早安,王仲佛 我們繼續師父的開示內容做補充 各位先看一下120頁 一百二十頁這一段結尾我們把它看一遍 就是持品的品名是化成禦 在三周說法中能屬於僻說 就是用僻語 但是在這一品呢先敘述了大通至聖如來 然後還有他的十六王子出家為沙迷的故事 又說了十六沙迷就是其中呢 一位就是現在釋迦牟尼佛的前身 當時一位無量眾生說的法華經 雖然多數已發的阿諾多羅三馬三菩提心 尚有一些呢還住在僧文地 那就是下一品中五百弟子 那這一段呢在三周說法中是屬於因緣說 好接著我們就要看這一品的 五百弟子壽祭品 這一品的重點 師父有點出來 是羅漢壽祭 伊果寶珠 也是一個非常有名的一個譬喻 在三周說法裡面呢 每一周之中呢都會包含四個項目 例如說剛開始是法說對不對 然後再什麼說 批語說然後呢因緣說 那這三周說法 那每一周呢又包含四個項目 首先呢說完法之後 然後先說法說完法之後呢 弟子們領會了 然後呢再來呢 佛會再繼續重述前面所講的 以及補充 然後呢最後才是授記 總共四項對不對 第一個佛說法 第二個呢弟子領會 第三個佛再補充 第四個授記 這樣了解嗎 那在這個第三周說法 因緣說完之後呢 剩下的下根的這個弟子們呢 領會了 領會了之後呢 佛就為他們授記 那這一品的品名是 五百弟子授記品 寫是這樣子 五百人 其實是已經把佛一千二百五十位 藏水種的弟子 都包括在裡面 這些阿羅漢都包含在內 只是呢 因為當時在授記的時候呢 只有這五百人在查 其他的人呢 不在法會現場 因此就用五百弟子授記 這個數字 那接著呢 我們看內容 就師父寫的 聽了法說 批譽說 因緣說之後 有五百下根的聲文 有五百下根的聲文 以誰為首呢 以佛羅那尊者為首 然後呢 皆得佛授記 未來必定成佛 然後呢 佛羅那 這一位呢 雖然被列在這個下根 其實呢 他是有很深層意思的 什麼深層意思呢 因為佛羅那 在經典裡面呢 佛讚嘆他是 什麼 說法第一 而且呢 他具足了什麼 度眾生的悲悅 其實他不是一位聲文 是一位菩薩 那在經文裡面呢 佛常常讚嘆他的功德 就是說呢 第一個呢 在過去 這個諸佛所說法的時候呢 人中第一 他就是說法第一 第二個呢 這位尊者 他已經原證了惡空 哪惡空 人空跟法空 然後呢 第三個呢 他變才無礙 第四個呢 他能夠清淨的說法 而且沒有疑惑 為什麼沒有疑惑 因為他已經實證了 諸法的空性 所以沒有疑惑 不是只會說而已 我們一般人呢 往往就是 人說不能行 人說不能行呢 有沒有完全了解 沒有完全了解 所以會有疑惑 那佛羅那尊者呢 不但說法第一 而且還實證空性 所以心中對法 完全沒有疑惑 第五個呢 他能夠具足神通 第六個呢 常修犯恨 第七個呢 他 隱於僧文聖之中呢 主要目的呢 主要目的就是希望 跟這些身文聖在一起 然後呢 用小聖的方便 先來利益他們 讓他們上根成熟 然後第八個呢 他能夠 立無上的菩提 也就是說呢 大聖佛法 來利益身邊的眾生 第九個呢 他能夠用說法 來延盡佛土 我們叫延土熟生 立他 然後呢 以上種種 就可以顯示出 這位尊者 他往昔以來 就已經是一位菩薩四線 那為了立義小聖身文呢 所以內密菩薩行 外現身文聖 那為什麽他 本來是被菩薩 然後呢 必須現身文聖呢 主要有沒有聽過一句話 一佛出世 千佛護慈 有沒有 有 就釋迦摩以佛出世呢 十方諸佛也會來護慈 何況是十方的菩薩呢 那佛度身文的眾生呢 菩薩也來協助他度身文眾生 所以菩薩四線身文 那在我們 四色法中 就是同四色的 我們看師父這一邊的解釋 這個 這五百位 雖然是下根 但根據本品對為首的 傅羅娜 彌多羅尼子所做的介紹 不僅在世尊諸弟子中說法第一 佛還特別說呢 自審如來 無能盡其言論之辨 什麼意思 除了佛之外 沒有人比他 更具足變才 無愛 然後呢 並於過去九十億佛所 說法人中 異罪第一 不得了 他不但是在釋迦牟尼佛座下 說法第一 的聖弟子 還是已經是嘛 過去九十億佛所 那很多啊 然後呢 以得四五愛智 然後具足菩薩神通之力 好 這裡我們 剛剛有說 說法人中 異罪第一 然後什麼是四五愛智呢 四五愛智就叫四五愛變 變才的變 我們就變才五愛 那 第一個呢 就是法無愛變 說法 無愛 第二個呢 異無愛變 什麼叫異無愛變 就是一句 把裡面呢 可以演繹成無量的道理出來 然後呢 由於異而演說成無量異 這個很不容易 天台中智者大師 當他在講廟法蓮華經的時候 解釋這個廟字 你們猜猜他解釋多久